新唐人環丘直擊 本期新聞主要內容有 國安法或將完成審議 港人620罷工罷課 公投抗爭 民主峰會開場發言 黃之鋒呼籲歐盟制裁中共 澳洲遭黑客網攻 中共被指為幕後黑手 蓬佩奧稱 中方承諾 貿易履約 川普表示保留脫鉤選項 首先來關注香港的情況 中共人大常委會18號起審議港版國安法 不排除在三天會期內通過 而港人持續抗爭 將在6月20號發起罷工罷課 公民投票展現民意的活動 港府則是不斷施壓 阻擋公投 沒有言論自由 犧牲的就是人的生命 各位 希望你為了你的健康 為了你下一代的生命 過來簽個名 反對國家安全法立法 港府以防疫理由限制打壓港人集會 港人推出620罷工公民投票 表達民意 反對國安法 學生新公務員工會也將參與 遭到港府施壓反對 用他極醜惑的嘴唇 在外媒上面說 你給我講完先 香港三百幾萬人支持國安法 沒有人反對國安法立法 如果你不想被葉劉淑儀代表你 過來民主黨的街頭 社會你的街頭 簽名 反對國安法立法 網友19日發起關堂去聯校 和你唱行動 數百人在各樓層 齊聲高喊 光復香港 將軍澳聯校原定舉辦手牽手人練 支持學生參加公投 但教育局施壓 警方寫信給各學校 關注組擔心 學生遭到大圍捕 而被迫取消 新唐亞特電視綜合報導 香港立法會9月改選 港版國安法隨時可能實施 發明主派積極合作 爭取議會取得35席以上 堅持反抗 週五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宣布 以個人名義參選 國安法殺到來香港之後 現在都不是我一個人 去面對DQ風點的問題 而是整個選舉在9月 都有可能隨著國安法的立法 而是整個選舉都DQ了 我黃之鋒今天 正式宣布 參與 無論如何發生 我們也鼓勵更多香港人 去選擇在11月11日 當初選擇 對民主黨的選舉 我們也鼓勵更多國民主黨 站在香港 去投入國民主黨的選舉 在中央的選舉 在中央的選舉 我們在這一段日子 我們也不停見到一國兩制被殘聖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們現在差不多剩下 而真的可以受到保護的 就是我們的投票權 我們是要極力維護 原本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 初選 我們的目的 是希望爭取35加 能夠為你 我們香港人 提供一張名單 越大量 越橫強 越橫強 五大訴求 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決一不可 立法會選舉面臨威脅 不只是來自中共國安法 林鄭港府也動作頻頻 外界擔憂 會大局取消民主派候選人資格 這次許多年輕新秀參選 民主派舉行7月中旬的兩天初選 希望推出最好的勝利名單 取得更多的民意授權 不少新秀 甚至曾經被取消資格的人選 都參選 例如職工盟主席吳敏兒 民間外交網絡張坤陽 前記者何桂蘭等 週四 丹麥舉行 哥本哈根民主峰會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歐盟徵要 以及各界人士參加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受邀發表演說 他呼籲世界向中共施壓 支持香港的民主抗爭 黃之鋒週四在開場發言中表示 中共通過港版國安法 更嚴厲打擊香港自治 他說 一旦施行國安法 香港將成為共產時代的波瀾 民主抗爭將被長期鎮壓 他說 過去二十年 中共在亞洲 歐洲和非洲急速擴張勢力 世界對此開始覺醒 週三 七國集團外長 以及歐盟高級代表發表聯合聲明譴責中共 黃之鋒週四呼籲歐盟採取實際行動 制裁中共 為保護港人 英國政府決定延長持BNO護照的港人 來英國的權利 並幫助獲得公民身份 對此 黃之鋒希望英國繼續向北京施壓 他還說 香港的抗爭不僅是政治問題 也是經濟問題 黃之鋒多次強調 抗爭不僅事關香港 也關係到全世界 他希望全球繼續向中共施壓 同一天 中共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 突然審議了之前 不在議程上的港版國安法草案 第四類罪行 也從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更改為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顯示中共將矛頭從國際社會 轉向香港抗爭者 新唐記者畢心慈 宇威 綜合報導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週五在哥本哈根民主峰會發表演說 以在疫情中捍衛民主為題 介紹臺灣準備充足的抗疫經驗 他表示最重要的是不犧牲民主原則 蔡英文也表達 《臺灣捍衛民主》稱香港的意志 對疫情引發全球供應鏈及經濟策略重新布局 蔡英文認為全球所有理念相近的民主國家 應更加密切合作 新唐電視綜合報導 在香港和國際社會的反對聲中 中共人大常委會週四開始審議港版國安法草案 聯合國人權事務主管巴切萊特 週五表示任何港版國安法 必須符合人權和公民政治自由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四也發推文 敦促中共重新考慮港版國安法 聯合國人權事務主管米歇爾巴切萊特 週五發表聲明表示 任何港版國安法都必須完全符合中國人權責任 以及國際條約保護的公民和政治自由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四發推文說 我和七國集團同事表達我們對中共 在香港推行國安法的深切擔憂 該草案將損害多年來使香港繁榮以及成功的體制 我們敦促中共重新考慮 美國聯邦參議員霍利 週三在參議院表示 中共害怕香港民眾獲得自由 他還發推文呼籲參議院通過譴責中共強推國安法決議 推文說 今天我尋求參議院的同事一致同意 譴責中共摧毀香港的企圖 我們必須持續抗爭 對抗北京 英國香港監察創辦人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貝內迪克特羅傑斯推文說 我每天都練中文字 用心表達對港人的支持 今天我抄錄了捷克倫敦的事 新唐人記者畢欣慈 田瑞綜合報導 被關押兩年多的中國維權律師余文生 6月17號被當局以所謂的 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4年 余文生的妻子會見七國人權官員 呼籲制止中共的違法行為 6月18號 維權律師余文生的妻子 許燕與歐盟 英國 澳大利亞 加拿大 荷蘭 捷克 以及美國七國的人權官員會面 前一天 江蘇許州市中級法院 以所謂的顛覆國家政權判處余文生有期徒刑4年 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許燕說 余文生被秘密開庭 是違法和法律倒退的行為 當局野蠻地剝奪了余文生和家屬 以及辯護律師所有法律權利 他請求人權官員們對此譴責和制裁 就是很野蠻 強到的直接就給你判刑了 沒有任何的法律救助 沒有任何人能提供現場的頒助 等於是余文生一個人在法庭上 硬生生的就被判決了 得不到頒助 許燕說 如果余文生 不制止這種違法行為 余文生遭遇以後可能發生在更多人的身上 另外一點就是余文生表示要上訴 我擔心中國政府要剝奪他的上訴權 所以請求保障他的上訴權 包括下面按照法律規定 那我和孩子包括家人 就有法律權利去監獄去見余文生 余文生被判刑如今面臨轉入監獄的問題 許燕希望當局能按照法律規定 把余文生轉到北京的監獄 許燕說 這兩年到徐州看余文生 車旅費投入十幾萬 家庭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 但他和辯護律師從來沒能成功會見余文生 余文生因代理法輪功受迫害等案件遭打壓 2018年1月 他被警方秘密抓捕關押在徐州 被捕前因代理709律師王全璋案被吊銷律師執照 中國人權捍衛者組織17號發聲明說 中共政府系統性侵犯了余文生應該享有的法律權益 和國際人權公約所賦予的公平審判權利 要求釋放余文生 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何俊仁也說 當局對余文生的判決完全是政治報復 要求中共立即釋放余文生 新唐人記者熊斌李韻舒燦採訪報導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週五表示 近幾個月來澳洲從各級政府到民間企業 一直受到有國家操縱的重大網絡攻擊 外界質疑中共是幕後黑手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週五 澳洲總理莫里森在國會大廈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該國家級網絡攻擊 波及澳洲各級政府和各行業 這個活動是指援澳洲各級政府 各種項目的項目 包括各種項目的項目 各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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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里森表示 從被惡意攻擊目標的規模和性質來看 可以確定駭客技術成熟 且有國家支持 莫里森表示 調查還在進行 但沒有說是否與中共有關 不過外界高度質疑 這是中共又一報復行為 此前 因為澳洲成立中共病毒獨立調查團 中共曾對澳洲大麥施加高額關稅 部分牛肉施加禁令 協議停止留學及旅遊相威脅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所長詹寧斯 接受天空新聞採訪時表示 網絡攻擊是中共操縱 你確定這是中國的工作嗎 當然 週五 英國外相拉布發推文說 譴責針對澳洲政府及基礎關鍵設施的網絡攻擊 我們正在與盟友合作 追究犯罪者的責任 阻止進一步的惡意網絡活動 新唐人記者妍希 綜合報導 6月19日 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以及商人史佩芙 被中共最高檢起訴 兩人在孟晚舟被逮捕後 遭到中共當局扣押 至今已經一年半 外界質疑中共再度利用人質外交報復加拿大 華為財務長孟晚舟5月底在敗訴後 走出加拿大卑詩省最高法院 不過就在6月19日 中共已涉嫌為境外刺探國家秘密情報罪 被起訴遭拘捕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凱 以及史佩芙 而距離孟晚舟下次開庭審理引渡案 就在23日時間點相當敏感 中國不相同的樣子 並不想知道我們從政策的政策 我們會繼續追蹤 我們的政策系統 除了加拿大中共的人質外交威脅 也發生在澳洲 早在13日 中共就對一名走私毒品罪遭拘留的澳洲男子 齊萊斯 延判死刑 也被外界質疑 這是對澳洲堅持要求 國際獨立調查中共病毒的報復手段 新唐人亞太電視唐傑安整理報導 蓬佩奧稱中方承諾履行貿易協議 據報中方正計劃加速購買美國農產品 不過美國總統川普週四表示 不排除與中國完全脫鉤的選擇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與中共政治局委員 楊潔篪會面後推文寫道 中方再次承諾履行兩國之間第一階段 貿易協定的所有義務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 17日在國會作證時 也認為美中經濟緊密相連 目前不太可能脫鉤 不過美國總統川普隔天推文 否認此一說法 認為可能是梅根萊特海澤傳達清楚 他表示美國在各種情況下 確實都保留了與中共完全脫鉤的政策選項 而這也是川普第二次透露中美脫鉤的想法 在5月初他就強硬表態過 如果與北京斷絕關係 就能省下5000億美元 他認為長期與中國進口的逆差 是造成美中貿易赤字的原因 新唐亞太電視唐吉安這裡報導 美中夏威夷外交會晤 如外界預期並無成果 唯一的共識似乎就是中方 仍將履行貿易協議 目前中共如期強推港版國安法 而川普總統在週四稱 與中國全面脫鉤仍是選項 另一方面中印衝突 在印度引起全民憤慨 掀起了抵制中國禍的風潮 美東時間週五晚9點30分 本台熱點互動節目 將邀請嘉賓解析熱點事件 歡迎觀眾朋友們屆時收看並參與互動 全球約850萬人確診中共病毒 歐盟面臨史上最大衰退 6月19號除中國大陸以外 全球約853萬人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超過45萬人喪生 歐盟召開峰會提出一項 8400億美元的救援基金 英國首相約翰遜週五表示 預計讓小學生9月重返校園 同時英國將中共病毒警戒級別 從4級降到3級 仍處於廣泛傳播階段 但可以放鬆社交距離限制 法國總統馬克龍週五 與其他26位國家元首參加歐盟峰會 商討如何應對中共病毒衝擊 歐盟面臨創立63年來最大衰退 超過170萬人確診 15萬人喪生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上月提出一項7500億歐元 約和8400億美元的救援基金 渴望討論通過 幫助受疫情衝擊嚴重的國家 恢復經濟 會議還討論了 歐盟2021至2027年的聯合預算 價值超過1萬億歐元 約和1.1億美元 印度新增336宗死亡個案 增加13500多人確診 闖單日新高 印度經過兩個半月的封鎖 現在面臨第二波大流行 累計全國已有38萬人感染 日本職業棒球賽因疫情推遲近3個月後 週五正式開打 巨人隊與板神隊在東京巨蛋比賽 現階段都是無觀眾比賽 日本週五通報新增44例確診 5人不治 在新增個案中東京佔35例 新唐人記者李梅 瑞麗綜合報導 下面請看本期的環球財經簡訊 電動機車大廠特斯拉向德州政府表示 特斯拉準備投資10億美元 希望能於今年第三季 在美國西南部建設一家新電動車組裝廠 將僱傭5000名員工 德州和Oklahoma州 將以各自優惠政策來爭取這家新工廠 英國五月零售銷售比上月增長12% 不包括汽油的核心零售銷售 則月增10.2% 都好於市場預期 其中非食品類的店面 貢獻了主要的銷售增長 而家事店和五金店等的銷售 更是上漲了42% 麥當勞宣布 今年夏季要在美國招聘26萬員工 在中共疫情高峰時 麥當勞因為員工工資低 安全無保障而受到批評 麥當勞表示 在恢復營業後 將設置50條安全和衛生條款 來保障職工和顧客的健康 市場調研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公布的報告顯示 東南亞地區智能手機越來越受歡迎 三星電子在該地區手機市場佔有率為18.9% 奪得今年第一季東南亞手機銷售第一 第二位的是中國手機生產商OPPO 新唐人記者鄭志綜合報導 台南國際龍舟錦標賽龍舟點睛揭開序幕 2020台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 6月13日將在台南運河舉辦 週四 台南市政府遵循古禮 舉行了龍舟點睛一事 為龍舟賽揭開序幕 台南市長花偉哲為龍舟開光點睛 正式揭開今年台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的序幕 一艘艘艷艷亮麗的龍舟排排站 準備迎接端午節到來 總共有99隊參與 但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龍舟大賽能夠舉辦 是因為我們的防疫成功 成果獲得了來自全國 有許多的龍舟好手的肯定 因為今年賽事雖然是比去年縮小 但是參加的跨縣市的隊伍是蠻多的 延續將近三百年的傳統 台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能夠如期舉辦 橫偉哲表示 除了懷抱敬天泄地的前程新夜 祈求順利圓賣 也呼籲全民遵循防疫新生活 比賽的進行當中 防疫的一個工作 不會因為這樣子有所折扣 那我們也相信整個比賽 也能夠很順暢的進行 那大家民眾也都能夠配合 龍舟賽有過冬的感覺 我覺得很棒 我想做好防護戴好口罩 保持一些距離 我覺得應該還好 疫情現在已經比較趨緩 台灣已經相對的很安全 台南安平國際龍舟錦標賽 可以踴躍來觀賞 台南國際龍舟錦標賽 預定23號晚上舉行開幕式 屆時將安排有100架 無人機全飛展演 25號晚上在運河清平路大會舞台 舉行閉幕即頒獎 新台電視希望聯配語言 台灣台南報導 感謝您收看本期的 新唐人環秋直擊 祝您週末愉快 我真的是很囂張 把 Jim stub爬 총根本有些人 一定會 親磅 開門 聖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